星期四早上大約11點 一架平治試駕車在藍田線發道 勵趕城對開失事 越過四條行車線 同一架專線小巴迎頭相撞 平治女司機兇口痛 受傷未能開門 一度被困車上 小巴男司機亦都覺得兇口痛 同小巴上一男兩女乘客同告受傷 幸好所有人都是輕傷 消防接報到場 將平治女司機救出 救護員即場為傷者包紮之後 將他們送往醫院治理 消息指 當時平治私家車 由勵趕城三旗勵翠競駛出 並阻轉入線發道 期間平治私家車失控 在向路中安全島 並且撞毀路牌之後 越過兩條行車線 再衝過對面兩條行車線 在萬線迎頭 猛撞一架23B線專線小巴 攝市小巴開往茶果嶺 當時正在停車上落客